煎豬扒淡淡肉 香口送飯一流 這個菜看起來很容易做 但少點技巧的話 又很容易做到又硬又鞋 和乾真真 最好就是本地豬 有營養和健康 但價錢也貴一點 貴百分之一百 好肉味一點 和軟滑一點 如果要煎豬扒 當然要煤頭 部位就軟滑很多 厚薄大約一公分 太薄 你一拍它 分分鐘會斷開 太厚 你煎的時候 煎不入味 你買回來就要 輕輕打一打 十字形 輕輕拍鬆一下 讓它入味一點 吃起來就軟一點 不會有纖維太硬 用雞蛋 生粉 豉油 拌一拌 拌一拌 蛋 生粉 令肉質軟滑 煎上來會香脆一點 煎豬扒 不用加鹽 煎豬扒 怕它會硬一點 就不會那麼軟滑 首先用沒有火 搶一下 讓它封住肉汁 煎的時候 最好不要浮 因為肉未熟會黏底 大火煎30秒 讓它定型 轉紋火煎 最好蓋著蓋子 讓它快脆一點熟 煎完兩分鐘 之後 就反轉那邊 又是大火 煎它30秒左右 再加上紋火 慢慢再煎 兩分鐘左右 就基本熟 接著開大火再煎一煎 因為剛才煎其中一面 蓋上蓋子會不會那麼硬 兩邊都可以硬一點 脆一點 豬扒 煎脆了 吸油 洋蔥 用燒汁炒一炒 放在底下 鋪豬扒上去 再將燒汁混水煮熱 淋上豬扒 看到